就是每天戴著 就是戴著就對了 戴著穿褲子 歡迎大家收看大聲室 我是許蘭邦 今天要來回答一個 網友的問題 他問說 月經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不用戴保險套 當然不是 不管他月經來不來 就是每天戴保險套 就是戴著就對了 戴著穿褲子 戴著穿褲子 為什麼呢 危險期是一段時間 女生再怎麼樣月經規律 也沒有辦法預測 卵子會在哪一天出現 而且當 金子射入女生體內之後 是可以 整個三天的 三天 兩天 當牛郎跟隻女 真的要相遇的時候 你擋也擋不住 所以不管有沒有月經 想要做愛 就是 要戴保險套 所以 不要問這個問題 女生遇到的時候 是可以做愛的嗎 基本上是可以的 可是 女生要想做 你才可以跟他做 不是說月經來可以做 你就強迫人家跟你做 前提是 兩個人要 兩情相悅才可以做 如果女生月經來不舒服 他五天六天七天都不想做 你就不能做 月經的血真的很髒 這樣做愛不會有貴身的問題 月經的血不髒 你的腦才髒咧 女生的血很乾淨 它是代表我們一個 新陳代謝太舊換期的過程 你有這種思想 才是 髒 你最髒 你最髒 聽說這個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女生的情慾會比較高漲 真的 的確是因為 含爾蒙的關係 加上有月經來 也有比較濕潤的效果 女生的性慾會相對的高一點點 就是真的 月經來不髒 但是 女生在月經來的時候 免疫力會比較不好 髒的不是月經 是你的小弟弟上次講過了 你的脖子裡面的細菌跟病毒 請你特別去洗乾淨 你要用 剛刷用什麼刷 隨便你 男生刷乾淨就對了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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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女生在月經來的時候 免疫力很低 特別容易感染 所以男生洗乾淨才是最重要的 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可以作愛 但是第一 先詢問過女伴的意願 第二 要記得戴保險套 第三 小弟弟請你清潔乾淨 那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按讚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慢慢講 小鈴鐺 好 來 準備喔 五 四 三 等一下 我已經忘記前面要講這個了 我一直在想開啟小鈴鐺 前面是說